你就是會半土而會 為什麼行道會 修道會半土而會 就是對道不認識 對道不認識 當然你對道不認識 你要沒有產生興趣 你一定會中斷 所以說為什麼 你求道人那麼多 修道人這麼少 就像 前輩就在講的 修道 哪有夢 求道哪有夢 啊修道哪有夢 我們每一天都點很多 但是幾月有來 讓人在聽到你的 很少 那就是說每一個人 對道的信念不一樣 沒有信心 所以他只要沒有信心 他就沒有勇氣 又繼續走 他的腰子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信念行政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重要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 邀請這個理想講師 要來給我們講解這個信念行政 讓我們對道有更深一層的認識 讓我們永不懈待 能夠持續走下去 好 我們就歡迎 黎香講師 來跟你們分享信念行政 歡迎 黎香講師 謝謝 謝謝 林楠 做了一個 信念行政的介紹 林楠都已經講完了 後學可以不用講 他已經空了 下台了 其實 後學有這個機會 可以跟大家一起學習 信念行政 首先要非常感恩 天師的主師 宏池師尊師母 兩位老大人的大恩德 還有全能 和老全能的五大犧牲 陳全能一手大仙 還有我們的周全能 各位點安師的苦心栽培 還有各位全弦的指導 虛心指導 後學才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一起學習 信念行政 那首先呢 後學想跟大家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做什麼 我們是 首先我們 比如說我們去找工作 我們去做一份工作 我們是不是相信 我們工作後 我們做工後 然後老闆是不是會給我們薪水 然後 我們 有相信我們才會去做 是不是 那比如說 那有相信 然後我們有 願力 我們有願力去做 我們做到 找到這樣的工作 我們要花時間去做 有的目標 有工作的目標 然後 有這個工作 那我們是不是要去做 老闆才會給我們薪水 如果你沒有去做 沒有去做 老闆有可能給我們薪水 是不是 那有做了 老闆才給我們薪水 這就是 有做的結果 那跟這個結果 其實跟我們修行也一樣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 我們來佛堂修半道 你的目標是什麼 是我們花那麼多時間來學習 比如說我們今天晚上聽課 然後我們在學習 我們平常 我們的那個第二個禮拜的 那個第二個禮拜的 起會班 我們一直在學習 一直在學習 然後我們學習 我們花了這麼多時間去學習 然後半道 我們平常有在 有在半道佛堂修半道 花這麼多時間 學習 那你的目標到底是什麼 你是不是想成佛 是不是 你最終的目標 是不是想成佛 大家是不是有這個目標 如果你最終的目標 你不是想成佛 那你修半道 你要做什麼呢 是不是 這就是我們 首先我們 第一點就是要相信 我們對我們的道有信心 相信我們 最後我們有信心 能夠成佛 是不是 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成佛 那成佛首先 你有這個目標 你沒有去做 你沒有去實踐 你沒有去修行 你還是沒辦法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我們 最重點的 我們要相信 然後有目標 最重點的還是要去行 如果你沒有去行 你光有那個目標 有那個方向 你沒有去做 你永遠達不到你想要的目的 就像我們找了工作 我沒有去做 那你能夠領到薪水一樣嗎 這一樣的道理 那我們要想修行 我們要想成佛 我們就一定要去做 所以行是最重要的 這個就是我們最後的正 行 就是能獲成就 你有修行你就能夠成就 你有去實踐 有去做 有用心去做 然後你就能夠有成就 能夠 最後能夠成聖成佛 能夠達到你首要的目標 所以信念行政是達成佛道 度化眾生的步驟 也是修行 也是修行的過程成佛的必經之路 所以 這四個步驟 都 前面這三個步驟 就是 最後這個 才能夠贈得 這個最後的果位 所以前面信念行 它是必經的 那佛經也跟我們講 先佛 你們 跟我們講說 信為道言功德母 信人遠離生死苦 信人掌養諸善根 信為菩提做基礎 我們信是一切成功的基礎 成聖成佛要由信而入 我們 是不是 我們相信 我們首先 我們相信 我們所做的事情 好 一定會達到那個結果 我們 我們想要 我們就是 去相信我們 要的那個結果 我們才會去做 然後我們那個目標 去做 所以相信 是一個 一切成功的基礎 那我們 我們想要 成聖成佛 就是要有信而入 這是先佛跟我們講的 來 首先我們來先信 第二 就是信 請問各位前嫌 你們相信佛菩薩跟我們講的話嗎 如果不相信 相信佛菩薩跟我們講的話 所以 佛菩薩跟我們講說 大地眾生 接濟如來 智慧得相 當一妄想執著 不能正的 其實 佛菩薩 我們相信佛菩薩 跟我們講的話 但是因為我們的 貪嗔之慢疑 我們 眼睛看到的 耳朵聽到的 還有信響的 這些妄想執著 所以才不能過 成聖成佛 地盤經也跟我們講 一切終生皆有佛性 有佛性者皆可成佛 所以說我們 各位前嫌 你們相信你們本來就是一尊佛嗎 如果不相信 怎麼可以成佛呢 我們要相信我們本來就是一尊佛 我們本來就記得 如來得性 如來活性 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會成佛 這樣你一定成不了佛 因為你對成佛的信心都沒有了 你怎麼可能成佛呢 所以我們一定要相信我們本來就是佛 那第二點呢 我們要相信 我們所道真理真天命真 相信我們所求的道是真的 我們求道的時候 得了三寶 師尊跟我們講說 白羊三寶本是萬物的結晶 淨寒歷代祖師的真傳妙義 賢冠古今 千金萬點的十相奧基 我們求道得了三寶 三寶心法 他是以心運心的 三寶呢 他不在文字 以心運心 就像師尊 是 像我講的 吾有正法眼藏 涅槃廟廟 十相無相 廟法門 不立文字 叫別傳 他雖然不立文字 但是 他其實他是歷寒的 歷代祖師他們的真傳妙義 我們就是我們得了三寶 我們就是要好好的保守 平時呢 就是我們平時每天都用三寶來修持 以心應心 那個 三寶呢 他本是萬物的結晶 我們就是要好好的修持 好好的 用三寶來回歸我們的本性 我們的良知良人 白羊三寶 三寶老師跟我們講說 道如果不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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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在那個 白水聖地有說過一句話 道如果不爭 能騙得了一人 能夠騙得了這麼多人嗎 道如果不爭 如果能夠傳遍萬國九州嗎 你看道傳遍萬國九州這個課圖 像我們的道場在新加坡 馬來西亞 還有菲律賓 還有越南 各個國家都有我們的道場 所以道如果不爭 如何能夠傳遍萬國九州 接下來我們要說 天命名詩也是真的 如果 道真理真天命真 唯有道真理真天命真 唯有道真理真天命 才能夠成真 才能夠成真 像我們師尊師母 首領的天命都是真的 它是硬實硬硬的 在山西省大同府的七佛寺 就有這樣一個碑文 就是母定三年度元人 人 父史虛妄 零初太公傳聖道 太來天真半收元 這個 第一季化母定山養度元人 就是说老母人是定清阳 红阳 白阳三个时期来度化 我们这些黄胎元人 黄胎佛子来回幻无极理天 那第二季化故事西房将道元 就是说在清阳期 老母人派福西士长道盘开始传这个道 那《易经》记载当时福西士仰观天相 天之相 谷观地之鱼 那观鸟兽之文了解了宇宙之间 有一个无穷无尽 生生不息的真理 也就是我们走的这个道 因此就发下了先天的八卦 那江道印藏在八卦之中流传下来 那这就是江道的起源 那第三季是灵字 它是地则灵卦 上昆夏瑞 那代表的是弘阳期 那太公是礼上的圣号 就是说在弘阳期 老母是派将太公礼上来传这个道 那是产阳内圣外王的大道 那太来天真受 太来天真伴收盈的第四季呢 它是地天太卦 上昆夏全 代表的是白阳期 天真呢 是就是我们的师尊 张天兰师尊 还有我们的师母 孙树真师母的圣号 那显来老母来派遣来师尊师母来 来办三朝 三朝普渡在办 那个末后收盐 这个普渡收盐的答事 这也是多次在印证了说 我们天命名师是真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 有一个泰国高增求到的 来看一下一个师品 三岁 求到当时为238岁的老和尚 平日持戒景言修持禅定 才得兼备颇受当地居民敬仰 上图2002年陈述大先生点传师 与秋讲师等前往拜访高森留影 台湾的沾点传师得知这项传闻 一来想目睹老和尚的法相 二来想借宿当地的寺庙 以作为伴道的食宿之地 婴儿一行八人 坐了20小时的车程 7小时的路程爬上山 来到这间寺庙 当沾点传师一行人来到寺庙时 老和尚及其弟子早已两边排班 在山门宫后沾点传师打架 当沾点传师向老和尚言明 想在此借宿 没想到老和尚说在三天前 济宫活佛恩师已向老和尚言明 于某日某时 有台湾的点传师将到庙来 能传给你超生了死的心法 届时可叫寺庙中弟子求道 但不可勉强 大道之书胜乃有缘者得知 故老和尚今早带领弟子打扫内外 迎接沾点传师的来临 在前一天晚上 老和尚召集寺内弟子时说 老和尚曾于一百年前灵性已能离开肉体 志气借各天游玩 有一日经南天门 他想进南天门到礼天 却被把守南天门的四大金刚挡住 严明要进南天门 须有三宝之印证方可 而老和尚修持乃弘扬旗之法门 自然不懂玄关在何处 口诀为何集合同如何抱持 所以不能过去 老和尚当下乃问四大金刚 如何才能过南天门 四大金刚告知现金白羊应运 须在人间求得一贯之三宝心法 方能抄气入礼达本还原 老和尚回到人间后 更加强自己的修持 平常不轻易接见陌生人 也很少不出寺庙大殿 希望有一天能求得大道 然而在一百年前大道尚未普传 台湾人都无法求道 黄论远在泰国偏远地区 人烟寒至的深山 更没有人知道这里有一位 年龄238岁的高森 而现在台湾各组前人被 雨点船师飘扬过海 大道方能在泰国普传 因而当老和尚严明 本身要在明日求道士 寺中大小和尚也都说要求道 以达超生了死 故而当瞻眼传师一席人 到山上寺庙时 便在庙中伴道 全寺的大小僧侣皆求道 更证明现金白羊应运 大道普传为有求道 方能超生了死躲在避难 所以前贤你看 这个泰国的高森 他求道 他一百多年 他现在已经两百多岁了 他一百多年前 他的灵魂就能够出窍 然后去游天堂地府 但是他没办法进南天门 所以说我们求了道 得了三宝是多么的重要 能够让我们超生了死 了到灰灯 让我们可以脱离流 又到轮回 能够回到五几里天 所以我们求了道 我们就要好好的保守 好好的 但是求了道 我们还是要去做 要去行 要去度发众生 我们才能够 才能够打本凡言 才能够回到我们的顾家乡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然后我们求了道 我们求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烧一张龙天堡文 然后夏里有跟我们讲说 地府抽钉天堂华号 百岁年老 如果有真修实验 我们的灵性就可以直往西方实验世界 不用再堕入地府 受世生六道 轮回之苦 我们虽然求了道 但是我们要真修实验 那第五抽钉天堡华号 然后生软如眠 这些印证 其实在后学的公公 百岁年后学公公 九十六岁过世 他真的是身软如眠 因为这个视频 后学没办法放 不然就放给大家听 因为 大家看看 因为后学公公 他在过世后 差不多四十八小时 后学给他拍了 我们在拍了那个视频 他的手是非常的柔软 你怎样跟他拍都是一样的 这证明我们所求的 道真理真 天命名师是真的 这些以上这些都在证明 我们的道真理真 天命名师是真的 这个就是刚刚泰国高增求到的 那个照片 然后第三点 我们要相信 先佛显化是真的 这张图 就是在 先佛显化 在那个印尼 一个印尼画家画的 这个印尼画家 他去开先佛班 他本身 他自有阴阳缘 他有阴阳缘 然后他就在开华会的时候 他就把他在开华会的时候 看到的那个景象 他就把它画下来 那法会是四周 都是佛光的普照 那前面 这四个是四大法力族 正前面就是我们的 官圣地经官法力族 还有后方的是张法力族 还有我们的右边是尼法力族 还有我们的左边是叶和叶法力族 然后后面这边是八仙 有八仙 然后这边后面是 右边是武教圣人 那在后方这里有两个联台 联台这就是我们的师尊师母 我们师分师母从右边来下来 然后跪在这前面 然后跟前面的这些 就是一些烟亲在主 他跪在这边 我们肯求烟亲在主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听班听客 然后听完方坑克 然后是做功德 然后再来回向给他们 让我们能够好好的听 然后旁边这些 这围的一千 就是那些天兵天将在这边 还有旁边这些 就是我们的历代的祖先 他可以拿 就是我们如果班员 我们有来听班 我们听客 然后我们的祖先 都能够拿一朵白莲花 然后在外边也可以听 所以我们如果有班 我们就要能够尽量的去听班 我们的祖先也能够沾光 不用在地府受刑 所以我们在世的 如果有人求到 我们的祖先是能够沾光来托塔 然后听道理的 然后如果我们的各位前仙 能够来全心的在道场 能够帮助到的 有功德还可以回向给他们 这些我们的亲人 我们的历代的祖先 就能够提升一级 他们不用在地府 然后受难 所以这个听班听客 对我们智慧的提升 而且对我们的祖先是非常的重要 接下来我们看 这是后学在过年的时候 我们在拜年的时候 先佛显化的片 这是一个坛主 他老公在旁边拍照 就刚好拍到这些后显化的 然后学给大家看一些 这些先佛显化都是真的 然后第四点就是 生死轮回因果报应 焉裂在是真的 生死轮因果报应 所以说 种善因得善果 种恶因得恶果 这都是有因果的 你种什么 你就得什么 像我们有一个因果经里面讲说 现在这是聪明智慧为何因 因为前世是痴呆念佛人 如果你相貌是端庄为何因 前世是有彩花共佛 所以今生是相貌很端庄 很庄圆 所以这些都是有因果的 然后还有我们 我们有一位前嫌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到这本书 艳丽可抵月丽这本书 就知道这个是我们 我们的一位前嫌 就是我们澎湖习坛主的女儿 贝三的姻缘 所以写了这本 愿力可抵月丽 这个是因果报应 都是真的 如果还没有看到的全弦 可以来爱想佛堂 拿一本回去看 这是真正的 真的 因为贝三的原因 贝三就是在十几年前 他因为有一次肚子很痛 这是因为百年前的一些以前的月曆早上来 拿着黑令吉要来找他 这就是前的渊律寨 要来找他 然后去医院大小医院看 然后去台中的龙肿 然后都找不出病因 然后整个人已经分 分靡 然后后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台中的那个张弹主 然后就跟他讲了这个求道的音乐 然后让他有机会来个求道 然后求道发愿 发愿要把杜仁的功德 社坛的功德 这些回向给燕青寨主 让他们也可以得到那个功德 有功德可以把功德回向给这些燕青寨主 然后背山 然后才慢慢的好起来 这些就是我们厌力可抵业力 厌大力大 所以说 我们要相信因果报应 我们要发愿 厌大力大才能过了月 然后第五就是 先佛圣性是真的 先佛圣性 先佛首讲的话 佛菩萨跟我们讲的话 都是真的 佛菩萨是真仪者 实仪者 不宽仪者 不义仪者 他们首讲的话是真的 我们要先佛圣性 还有先佛下来灵 谈守结言的圣性 都是真的 第六就是 是相信三期末节以天盘转变是真的 这从只会开天丑会辟地 隐会僧人 然后到七佛至世 三佛收缘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五会交替的时候 三佛收缘 清阳期 红阳期 白阳期 现在我们是白阳期 为什么三期末节转变是真的 从我们现在以前的结婚 新娘是穿红色的 然后到现在 红阳期 以前红阳期是穿红色 到现在 你看新娘的结婚 分纱礼服 很多都是白色的 分纱 是不是 然后还有建房子 以前是红装红网 然后现在墙壁 都是粉刷成白色的 这些转变 都在告诉我们 这转变是天盘的转变是真的 然后我们要相信 圣弦先佛 是能修成的 不代信你们黄敬熊 跟我们说 三十三天外天 三十三天 天外天 天外有神仙 神仙那本事凡人做 只怕凡人心不坚 所以只要有信心 一定可以成佛 该显显你们先信 圣弦先佛是凡人修成的吗 好 像释迦摩尼佛 他原来是 释迦太子 是一个太子 他太子 他将来有可能做皇帝 可是他为什么要去修行 他就是 他去游了四尘门 发现了人间的生老病死的苦 所以他立下决心 他要修行 好 然后观世音菩萨呢 也是能修成的 他原来是一个公主 然后他修成了观世音菩萨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对成佛要有信心 一定可以修成 那对成佛要有信心 那修行想要做成佛 那一定要有愿力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我们的 好 那先看 后学先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一个愿力的小故事 有一个 在古老的波斯帝国 有一位王子 他的相貌 他是很多张相貌很好 很帅的一个王子 店中也有很多的金银财宝 每天吃的 是山珍海味 他穿的是零人 零螺段 但是他就是 那旁边他也有很多仆人 侍从丫鬟来照顾他 可是他一点也不开心 为什么